我們兒科跟語言指導師 合作應該是更密切 因為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都有所謂的 對不對 講到大舌頭 每個人都做什麼事 我已經講了好幾年了 剪舌攜帶跟大舌頭 沒有直接的關係 大舌 我們不要再說人家大舌頭 我們正確名字 人家應該叫 就是說它會有一些取代的發音方式 那這些所有購音異常裡面 跟大舌頭 跟那個舌攜帶太短了 只有1.1%有關係 剩下99%都是沒有關的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發音 三歲的小孩 大概會開始說咳咳喝 四歲開始說雞七七 然後五歲以後大概捲聲音會跑出來 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三歲的時候 問他說蜘蛛 他說滴嘟 這個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說到了四歲五歲 五歲以後你說蜘蛛 他還在滴嘟 那就不對了 那有些媽媽是 他說沒關係啊 我聽得懂 他講什麼我都OK 爸爸媽媽都可以跟小孩溝通 但是為什麼四歲以後很重要 是因為他就要上學了 同學聽不懂啊 老師聽不懂啊 所以他就交不到朋友 上學就很痛苦啊 然後就不想上學 搞半天最後原因 也不是因為他上學 也不是他學習有問題 也不是因為他過動 是因為他講話別人聽不懂 就交不到朋友 就當然就不想上學了 之前那個有一個很有名就是高山峰啊 他小孩就這樣 然後他才 然後經過語言很快 其實語言治療師稍微 對 很快 大概三個月 五個月 整個講話 所有其他的親朋好友 就是原來你小孩講話 是可以這麼標準 我們都誤會他 不過那個好像賣很貴啊 對啊 然後我就知道為什麼有效了 因為那個 最近有一個研究 他在做那個帕金森試症 然後他就說 我有一個臨床試驗超級有效的藥 要不要加入我們臨床試驗的藥 這個藥上市之後 所以我這次趁現在還在臨床試驗 我給你用 用完之後 每一個病人都說我改善了 但其實他那個是騙人 他打的是生理食鹽水 我就是說 當你跟病人講說這個藥很貴的時候 他回家就覺得 心理作用 有效 對 真的有效 所以我覺得明明今天講的重點 就是那個藥很貴而已 但有一次有一個病人 那個小朋友來 那他顯然也是 上個醫生在他耳朵裡面 不知道搞了什麼鬼 可能把他弄到痛了 所以這一次我要看他耳朵 我要看他有沒有中耳眼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嗚著 他不給我看 他說我不要這樣 那因為我那個診是比較有時間性 我說沒關係 我跟爸媽媽繼續聊半小時 然後我會跟你講說 這個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不用害怕 那你如果害怕的話 你可以捏捏你的手或怎麼樣 我們都講 可是在那個當下 他根本沒有辦法 他一直忽忽忽忽忽忽 30分鐘 他非常堅持 完全不露出一點點風 他說 我知道 我知道要勇敢 可是我不敢 我知道要勇敢 我不敢 他自己在說服自己 他做不到 那這時候有沒有這個彈性 就跟他說 醫生叔叔說 今天先不用看 沒有關係 但反正你就先回家 準備好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就是說 可能在家裡面 爸爸媽媽媽有再跟他示範一遍 所以可能有一些這樣心理建設之後 他下次來的時候 就沒這個問題了 所以打針我覺得狀況也是一樣 你不用急著那一天打 你可以 那就一個禮拜以後再來打 針也不會不見這樣子 很多的這種鼻塞藥裡面 會有這個類麻黃素 你知道這個 這個所謂的感冒藥裡面 這個類麻黃素 剛才我們其實保仁醫生 有稍微提到 他說他鼻塞的時候 他很難忍受 所以他就會吞 曼陀珠 大家可能以為真的是曼陀珠 跑去買曼陀珠 不是我們醫生的術語 那曼陀珠那一顆藥丸 裡面就是有一種藥 長得像曼陀珠 不是吃真的曼陀珠 它裡面就是有類麻黃素 讓我們鼻子趕快通 然後可以馬上 就是可以開刀什麼 你知道嗎 尤其是我們保仁醫生 還要剖腹產 如果鼻涕一直流 流到媽媽肚子裡也不太好 所以他們必須要立刻把症狀止住 然後開始進行工作 可是你就知道 我們如果今天自己身體 有什麼狀況我不了解 有這個血壓一升高 你可能不只是鼻塞 鼻塞解除你也開始有一些 高血壓的問題 那至於有一些藥裡面 會有一些止痛的成分 或退燒的成分 那喝一杯這種熱飲 沒有事 喝兩杯沒事 像剛剛那個熱飲 對 喝三天 喝個十杯 或者是連續喝好幾天 你可能就過量了 那這種過量之下 有可能會爆肝 而且重點是很好喝 那個也是會上癮 因為它有藍莓口味 還有檸檬口味 對 你們當飲料喝就對了 對啊 所以這些都是曾經發生過的 一些案例 所以我們最好還是不要 隨隨便便去吃成藥 尤其是小孩 小孩很多爸爸媽媽 因為買成藥之後 因為上面都寫大人的劑量 對 然後想說那小朋友就出以二 出以三 大人一顆那你就半顆 或者是五CC變三CC 這是錯的 因為裡面的成分 有可能根本不適合小孩 那小孩吃了就會很High 手一直抖 心臟比總差 所以不能拿大人藥給小孩 對 不要 對 成藥最好能少 小孩是能夠不要碰就不要碰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迷思 主要還是因為照顧他的人 抵抗力不好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媽媽就帶她的小孩來看我 那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器官等等 那媽媽就看完病之後 她就問我說 這個過敏會遺傳嗎 我說當然會 然後她就說 那我知道了 我說什麼意思 因為她穿著長袖 然後她就拉給我看 我說你異位性皮膚炎 這麼嚴重 她說對 我在想 是不是我的異位性皮膚炎 遺傳給她 所以她現在會過敏 我說你異位性皮膚炎 以前就這樣嗎 她說沒有 然後她遭到就是 已經用到免疫治劑 都還壓不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困惑 我說你以前都沒有 然後你現在生完小孩 之後開始越來越嚴重 你到底每天生活是怎麼樣 她就算給我聽 早上六點鐘 送老大去上幼兒園 然後之後就開始要顧小的 邊顧小的 還要邊顧家計 她有一些自己在家工作 然後要做飯 然後幹嘛 然後她可能晚上 十二點一點才睡 隔天六點要再起來 我說我先不管你用什麼治療 你每天只睡六個小時不到 這件事情 只要一直持續下去 你的異位性皮膚炎 那我就說有沒有幫手 沒有 家裡面的經濟傳 條件也不是那麼好 辛苦 這真的死胡同 就卡死了 我只能說你好好保護你的皮膚 兩個小孩都上學之後 也許你有機會 好好地靜養一下 把皮膚再養回來 可是很多媽媽生完小孩之後 壓力一來 荷爾蒙一改變 那些老病通通都跑出 真的 生理期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 在還沒有V型肝癌疫苗的時代 有很多的青少年 他就肝癌 肝癌 肝癌大家也知道 肝癌也是很沉默的 發現都是很大顆 好像前一陣子有一個藝人 就是很年輕 就是因為肝癌 然後就病發 那就是常見的狀況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現在我們這個 二十幾歲以下 通通打了V型肝癌疫苗 其實我們這個族群 基本上已經被這個疫苗保護住 保護住了 我們這一輩子其實 我們的肝癌的機率 都會降到非常非常低 所以台灣的V肝疫苗的政策 真的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看台灣的疫苗政策 來制定他們的政策 因為我們是第一個 全面接種V型肝癌的疫苗 而且有一次很感動 比如高哥講的 一點都沒錯 有一次有一個媽媽 就問問題 終於底下有一個媽媽受不了 她去罵上面那個媽媽 說黃醫師的文章這麼多 你自己爬個文 每次都問一樣的問題 結果後來 第一個留言的媽媽 她回了那句話 我覺得還滿窩心 她說你也不要罵我 我也知道 我也看了這些文章 但是你知道做媽媽的 她就是交集 三天半又睡不著 她只希望如果我跟她講說 沒問題 或跟她說你辛苦了 她就有安全感 她只是想聽到這句話 那我就覺得 原來其實很多媽媽 她其實對小孩子的疾病 並不是真正說知道 以為她會死掉 但是她其實心裡面就是 被群暖 緊張 對 我就覺得 反而我更貼近 就像瓜哥講 更貼近這些媽媽的 不過現在都不會了 現在都 大家都有 這個知識都在進步了 不過像剛剛講說 喝茶這邊涼涼那邊涼涼這些東西 基本上 安撫心理作用的層面比較大 不過大人 大家要安撫自己心理作用 我就不管了 但是身為兒科的醫生 和兒童的守護神 不要碰我的小孩 開玩笑的 因為兒科醫學會前一陣子 才發一個公文 很多媽媽喜歡用這些涼涼的膏 去幫小朋友消脹氣 有沒有 肚子膨膨膨就是什麼這個膏那個膏 這個油那個油 叉叉叉 順時針 逆時針 覺得好像可以消脹氣 問題是這些涼涼的東西 大人也許沒事 但是小孩的話 他噴露量太多 裡面含有的這個 不管是薄荷的 我們叫薄荷油的成分 薄荷 或者是這個髒腦的成分 尤其是髒腦 髒腦是最危險的 他吸大量之後 有些小嬰兒就開始癲癇 這麼嚴重 所以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因為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了 所以兒科醫學會才會出公文說 小嬰兒 不可以用含有這個 髒腦成分的 髒腦成分 其實你現在桌上那個 什麼油油精 那種涼涼都不能 那都有 完全不能 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 有殘痘症的話 那又有第二個危險 就有可能會溶血的風險 沒有 之前製作當然找我來 我就說我不要 我的粉絲真的專業 真的很無聊 就是 很嚴肅 我應該是做在第一排 就裡面都是衛教的文章 不像他們有漫畫 有 學長我們也都是衛教的 我也沒東西可以用 我們是衛教的 我發的也沒有人要看的 對 所以我裡面幾乎全部都是跟衛教 然後我就 因為我是小兒科醫師嘛 我會講育兒講健康 然後講親子關係 那當然我必須要講 醫生真的很忙 所以 對啊 我要非常感謝 因為我有一個小編來幫我 前面三位都自營業 我是有一個小編幫我 在 就是他PO文章 或幫我收集 還有他的看神表 OK 其實他行蹤是暴露在危險的情況之下 對 沒錯 可是黃宗明醫師是 你知道媽媽都一定 一當媽媽就要加入他的粉絲 我不太PO自己的生活 所以其實我 剛剛瓜哥就擔心 或家人擔心我的那個 這個個人的隱私 其實裡面完全沒有 我家人的照片 甚至連我自己的這個生活 那就是一個公眾的粉絲團 對 你說你沒有看過私人家裡的一些 幾乎都沒有 就是都是衛教的文章 所以應該是也有人 用你的網站去盜用 對不對 很多人 很多人 這不是弄一塊肥皂嗎 什麼 弄一塊肥皂 他說從來不潑家裡生活 潑一塊肥皂在手上 這因為一個肥皂嗎 我的媽媽 你那什麼肥皂先我看一下 你不要那麼生氣冷靜 你不講肥皂還以為是蛋黃 對 這個肥皂我看了文章 他是說他的肥皂怎麼會 他說這水可能這樣滴 滴到這樣你看 水滴久了會穿死 對 可能水再滴 肥皂一直穿穿穿 穿成這樣 所以拿起來很驚訝 就告訴小朋友說 你看 就小朋友說沒有 就是這麼一個白癡的故事 給大家聽一下 這樣兩萬多 你說有文采也沒有 你說有寓意也很白癡 這跟醫療衛教也是沒有關係 那這樣重要是 沒有沒有 剛剛明明白漏 沒有 明明漏兩個 這樣 都不太生態 沒有因為 就像我剛剛提的 因為平常都沒有PO任何 這種故事性的家庭的文章 因為那天是颱風夜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那個 去年那個有一個 什麼颱風風 你說柯市長親你家裡冰箱那一次嗎 對對對 就全部人都躲在家裡面 然後外面風又呼呼呼吹 然後那天我也是 全家人躲在家裡 然後我就想說 既然大家每個人都在家 應該很 很惶恐或很無聊 我就把一個居家的小故事 就是當天發生 我就PO上去 就是大家很無聊 沒事坐在家按讚這樣 今天如果你得了德國麻疹 這的話就掛了 稍微有點溫溫的 沒有沒有不會掛 你活得很好 你就溫溫的 然後身上長幾個疹子 衣服穿了也沒有人知道你得 其實德國麻疹 不是一個嚴重的疾病 所以才是可怕的地方是 孕婦得了以後 他的胎兒會有問題 好 如果我們今天台灣 都沒有人打德國麻疹疫苗 你也得了我也得了 大家都沒事 大家去坐捷運去坐公車 大家看起來都正常 旁邊坐一個孕婦 就完了 他就被你害到了 所以德國麻疹的疫苗 真是很厲害 就是很感謝的是我們台灣人 大家都很乖乖地打疫苗 所以我們的族群保護力非常高 所以孕婦就可以自由自在地 去坐公車去坐捷運 可以在外面趴趴走 他不會很擔心說 好 我這次懷孕前 忘了驗流 德國麻疹有沒有抗體 現在打也來不及了 那個就很慘了 所以我們的孕婦 在台灣懷孕是非常幸福的 因為大家都有德國麻疹 所以他如果不是孕婦 其實德國麻疹 對我一般人來講 他不是什麼 沒有什麼症狀的 還有一個是 現在的媽媽 比較需要擔心的 因為他沒有疫苗 因為水豆有疫苗 德國麻疹有疫苗 可是有一個東西沒有疫苗 就是 巨細胞 巨大的 就一個很大的細胞 得了以後的細胞 所以我媽可能有得到巨細胞病毒 巨嬰病毒 沒有啦 我今天沒有針對你啦 你有啊 因為巨細胞病毒是這樣 它也是一樣 如果你在懷孕的當中 這巨細胞病毒 你要不就是媽媽 如果懷孕的時候感染 或者是這個病毒跑出來 然後從你身體躲起來 然後突然之間跑出來 你的胎兒 有可能會有一些先天性的異常 那現在比較麻煩就是說 沒有疫苗 然後我們也 這個小孩都已經懷了嘛 所以你就算身上有沒有這個抗體 你也沒有辦法處理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比較重要的是 小朋友出生之後 那如果說我們 我們就會懷疑是 可能是媽媽在肚子裡的時候 感染著巨細胞病毒 那影響這個小寶寶的聽力 那就算沒有 我們有時候也會追蹤一段時間 因為巨細胞病毒的影響 寶寶的聽力有可能是 後來慢慢出現 這有點複雜啦 但是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有這個病毒 那我們未來也有可能會 針對這個病毒 去做一些母嬰的一些 預防的措施 我們的門診 最容易被人家當住隊友 當然就是家裡面的男性 對 比如說我有一個病人 媽媽帶這個小孩 她帶她這個第三胎小寶寶 然後就跟我說她的這個孩子 呼吸常常很大聲 晚上會大呼 然後那個聲音常常很害怕 想說會不會是哪裡阻塞了 或什麼的 那通常碰到這種呼吸很大聲的嬰兒 我們大概分辨兩個病 一個就是先天的 我們叫做這個軟頭症 那這個是反正一歲以後 自己就會好了 那這個是安慰爸爸媽媽而已 另外一種就是說 她家空氣太髒了 那哪裡空氣髒 一定有人抽煙 或燒香等等的 我說那家裡有沒有人抽煙 然後她就回頭就 她老公也 她老公也沒看到 然後她就說 那這個跟過敏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很害怕她是氣喘 我說你家有人有過敏體質嗎 他說有 因為她的前面兩胎 就一個是異味性皮膚炎 然後一個是就是真的有氣喘 所以她會擔心第三個 也有過敏體質 我說異味性皮膚炎 那也是一樣會跟這個空氣污染有關 所以家裡有沒有人抽煙 還有再看爸爸一下 氣喘就不用講了嗎 氣喘跟二手煙百分之百相關 然後她就看爸爸一下 我說他們以前沒有中耳炎過 他說有 中耳炎好發也是跟家裡有人抽煙 看太多氣了 然後爸爸已經受不了了 他爸爸說你不要再看我 我現在已經在陽台抽了 然後我就只好跟他講說 國外研究說在陽台抽沒有用這樣 對 然後他說那要怎麼樣 我在抽油煙機底下抽嗎 我說也沒有用 因為還有三手煙的問題 對 然後他爸爸真的很氣 就是你把他逼到死角 然後根本不知道去哪裡抽了 我說根據國家的規範 就是離建築物五公尺以外 所以你就是到一樓 然後到最街 那就介意吧 你就可以享用這樣 對 但這個 如果是老公這種 還可以翻白眼的 如果是公公然後住一起的 你們就真的沒辦法 就家裡長輩了 他已經一輩子 我沒有辦法阻止他 因為其實很多的媽媽 在小朋友發高騷的時候 有兩種狀況他分不出來 對 一個就是你剛剛講熱精卵 一個就是胃寒 對 那個胃寒是真的可以抖到 就是臉色發紫發黑 然後一直抖 超級紫耶 那那個時候 表示他的溫度 一直在往上升的那個過程 他就會一直抖 那這兩個爸爸媽媽如果沒有經驗 他會分不出來 但其實很簡單 就是看意識有沒有喪失 如果今天是熱精卵的話 他會眼睛上吊 然後手腳可能 薑植 然後意識會喪失 然後過了可能15秒 一分鐘之後 他就會想睡覺 然後你就會 像電視劇裡面 說清醒 要清醒 我就是想要保持清醒 不用 我就讓他睡吧 因為他腦部剛放完電 他需要休息一下 要休息一下 熱精卵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的孩子發生過一次 那我們就會說 下次也不要緊張 但是你可以錄影下來給我們看 好 雖然爸爸媽媽覺得說 什麼小孩都已經在精卵 你還要叫我拿起手去錄 但是因為他可能15秒 30秒就停了 如果你今天沒有錄影下來 你到醫院你解釋了 而且媽媽又很緊張 她 她就這樣 就我們問起來 我們看 不如你就給我們看一下 所以是兩 因為我們會要知道 它是不是對稱 所以看到它是對稱的上吊 對稱的兩隻手 我們就會說 這對稱的比較沒關係 然後我怕我們有 單手單腳的 或是眼睛斜一邊的 那種我們就會做 更進一步的檢查 那至於那個胃肝 就是它意識 原則上是不會喪失的 通常什麼樣的人 小朋友最容易胃肝 就是很喜歡用 鋼門塞機的小孩 就爸爸媽媽為了退燒 就給他鋼門塞機 結果他就一路退 退到35點多度 好 假設 問題是它這個病毒的病程 它本來就是會燒到40度 有些像腺病毒 或剛剛講的一些病毒 所以它就要從35點多 一路往上飆到40 這一條路上是非常陡的 你的那個溫度的斜度越陡 那個小孩陡得就越誇張 因為他會很快很快地 把那個溫度 拉到他那個病毒感染本來要是 原來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都鼓勵大家 不要給小朋友塞塞劑 就是你用吃的退燒藥 讓它慢慢降 慢慢升 慢慢降 反正時間到了這個病毒 過了它就會好了 過程當中不會那麼地不舒服 了解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